好 只不过观众 经由南回县北上的第一班列车 也就是11点55分的列车已经正式发车了 不过我们现在就在屏东县的方寮车站这边 还是可以看到有不少的游客正在现场等候 那么就是因为他们另外一班 也就是南下经由南回县往花东方向的列车 原定是11点40分要出发 不过目前为止是晚33分钟 大约是要到12点13分左右的时候才会发车 那么目前其实有不少民众是经过了昨天一整天的台风肆虐 到现在都还等不到车线来听一下现场游客访问 从墾丁一路到花莲都被取消了 然后只能赶过来坐地铁的那个火车 是原本不打算坐火车的 没有其他途径的他们告诉我们 所以你们现在是从几点过来 我们是8点多到了这边 结果呢 结果就是一直在告诉我们时间没有确定 有一点延误 刚刚那个站台的说是延误35分钟 那么根据台铁表示呢 其实目前为止原本台铁局是表示 在这个10点开始呢 各路线的这个列车都会陆续恢复行驶 不过在南部这边呢 也就是大概屏东方辽一直往这个水底辽的路段 有一个地方是路基这个流失的状况 所以呢其实目前的列车呢 是有一点延误的 因此呢再提醒民众要如果要往南下走南回线 到这个东部地方去旅行或是通勤的民众来说呢 11点40分的列车要delay 大概到12点十几分的时候才会发车 不过北上目前呢 经过11点55分的列车开行之后 之后都会陆续的恢复正常行驶 以上是现场掌握到了最新消息 时间尽头还给Po内主播